那是做第三次核酸的日子 我们现在哈尔滨已经做三次核酸了 昨天又爆出来一粒是江北的那个利民 哈尔滨市区里应该就是长了一粒 就是利民 其实利民也算得上是哈尔滨远郊吧 也不算离哈尔滨市区太近 知道这次做完了以后 下一次做会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很快吧 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就是没隔天 今天做完明天就接着去做 做了现在是第三回的全米核酸了 看这排队的人的情况 现在是排的越来越少了 一大早上的人可多可多了 就在这边排队 拿着身份证就在这边去做了 做核酸 这几天我始终我都没出门 在家握着待了好几天 今天早上我记着好像是都排到了 排到那边了 现在是人少了很多 就是这么很快 我记着我第一次做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了 我在那个哪儿做的 在那公园里做的 我的天排了两个小时 对 这也就是10分钟20分钟就到了 正在缓慢的我先走 估计也就是10分钟左右 就能排到做了 100米都没有 因为他这个核酸 他不是说非得要在你自己的社区去做 所以说我就挑了一个人少的地方 之前我看网上都传出来了 说有没有现在网上不是有探店的吗 有探店博主 给我探讨哪个地方做核酸 人少 现在都闹成这样了 因为有些地方真的是排队人非常非常的多 现在前两天江北的那个万达茂周边的那个小区都疯了 包括宋美的那个什么关江国际啊什么的都已经疯掉了 因为江北现在已经出了两例的这个疫情 还是挺紧张的 说实在 我先走 马上我再到这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还非常非常紧 再现了 3 5 4 来往里走 到这了 马上下一个就是我 到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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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三轮的坐了六次 第三次核酸检测评证 做完了以后发了一个这么的一个小纸条 这应该是为了之后要出门给的一个小卡片吧 总共十分钟很近 现在因为排队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说做得也很快 不知道下一轮的核酸检测要什么时候 也不知道这还有多少次核酸检测等着我 希望哈尔滨赶快好起来吧